前台最早的收割产区 往年四五月间的 失谷开盘价 每台金几乎都在十元以上 但是今年却罕见跌破了 开盘价每台金是只有九点二元 换算下来 每公顷就少了一到两万的收益 让农友较苦 疑似是连年丰收 那么稻谷还有库存下 就连带影响到了今年新奇的开盘价 对此呢 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南下召开座谈会时 也信心喊话 中央有完整配套 要有农民朋友别担心 屏洞地区一起到座开始收割 辛苦的农民最关心的就是价格问题 传出今年失谷开盘价 每台金仅九点二元 跌破十块钱 失谷了三十多 市场的价值 每百台金九百四十十四 以上 你就教市场 你领我们的直接支付 一公欠一万三千五百块 市场的价值比这个价值 你就要教工人 教政府 屏洞地区一席到座是全台最早收割的产区 往年四五月间的失谷开盘价 每台金几乎都有十元以上 去年十点四元 今年却跌到九点二 换算下来 每公顷就少了一到两万元的收益 归咎原因疑似是这几年水到连年丰收 粮商库存增加 连带影响今年的买气 失谷开盘价 不如往年 今天已经核定 鱼粮的收购呢 就不限每公斤三千公斤 只要农民有重多少 那他就可以缴多少 那我们已经有核定 预计花十六亿的这样的金费 来把粮价支撑 农委会主委陈吉仲 南下屏东万丹座谈 信心喊话 中央已经有完整的配套措施 不只放宽鱼粮收购 出口外销 加上饲料米加工的部分 也预估超过三十万吨 有信心支撑两架 记者苏世伟 屏东报道